下来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内政部今天提成一项动议 寻求推翻今年3月 SOSMA法令未审先扣条文 延长失败的决定 最终政府以105票让动议成功传官 换句话说 之前动议失败的表决失效 下议院刚才是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议长丹斯里·阿兹哈过后宣布 赞成票共105票 反对票则是83票 同时有32人缺席投票 内政部长纳多斯里·韩扎赞努丁 在投票前就已经预告 一旦成功取消3月的动议表决 内政部下个星期就会提成另一项新动议 寻求延长未审先扣条文 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的 未审先扣条文 即将在这个月31号失效 一旦顺利延长 未来5年 警方将可以扣留嫌犯长达28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